为了要成为监督市府的第三势力 台中市无党籍议员张立杰 游碧玲以及张苍仪组成了无党联盟 并且在28后这一天为党团成立街牌 台湾市政府一级主管几乎全员到齐 还有国民两党也都派员来见证这重要的时刻 由于这三位议员分别来自山海屯不同的区域 他们也希望能够跨界跨党派 为市民的权益来发声 台中市无党籍议员张立杰 游碧玲以及张苍仪组成无党联盟 党团成立这天 包括台中市议长林世昌及台中市长林嘉龙 都到场一起为党团成立街牌 而前立委言清彪也到场致议 支持议会第三势力的诞生 恭喜我们议会 从今天开始 我们还有一个五党联盟 来督促我们市政府所有的市政 我相信在张老师的代理之下 我相信我们一定有发挥他的 我们所想象的空间 除了国民党团民进党团 这个就是最大的两大政党之外 那么有一个第三势力 成为中道的力量 可以扮演协调顶耐 来监督市政 相信 他也扮演到 这个议会和市政府的这个桥梁 不是说他们反对 他们反对 大家都是有一个地方 的建设 的打拼 超越蓝绿三组鼎立 成为监督市府的第三势力 五党联盟的三位议员 分别来自山海屯不同区域 召集人张丽杰也表示 未来将针对民生 土地 公共利益等问题 不分党派为民意发声 我们在成立之后 我们会希望 以合作的方向来取代 纷争的导向 我们愿意垂时 接纳所有市民 对于在市政府的议会里面 沟通的需要 我们做一个沟通的倉库 我和我们书记长 我们都是一起的 所以我们这个联盟呢 是一个合作团结的一个联盟 五党联盟就是要带动 包括不合理的地方 我们要向老百姓来出声 包括我们陈诚人 有那个共识 共同要来打拼 替我们老百姓建筑一些福利 过去台湾政坛飞兰吉律 但是近年民意高涨 是全民做主的时代 武党联盟也表示 将站在化解对立的立场 作为两党与市府的桥梁 并且以全体市民的利益为要 达到共识监督市政 为大台中发声 继续主研台中采访报道